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題目很長,我們將簡短來做說明 老師給學生一個問題,在黑板寫了C2HNO 要求學生用這個化學式展開探究問題的活動 學生分別找相關的資料 一週後那個假同學說 在有機物中,氫的數目都比碳的數目多 所以他判斷C2HNO,這是不存在 李同學說,有機物分子的化合物中 碳最多能跟四個氫結合,形成穩定的間結 那秉同學說,一個碳要跟四個氫連接 而兩個碳以單件相連的時候,氫的數目-2 雙件相連-4 凡碳、氮、氧中、韌兩原子間 以單件相連接,就要-2個氫 那這三個同學在黑板寫了 乙碗、乙烯、乙缺、甲醛 之後張老師總結 由C2NO跟氫可以構成許多的化合物 原子進捷的方式不同,又可以形成許多E購物 並提出新的問題 就化學式C2HNNO而言 混音氫的數目不同,會有許多E購物 那符合這個化學式 根據上述回答下列問題 首先第一問題 甲乙烯三個同學所發表的言論敘述 何者正確? 那甲同學說C2HNO 它是不存在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不飽和度DBN 那它的計算方式就是2N加2 然後再蛋的數量加1 除以2那等於是3 那算出這就是它的拍鍵跟環的總量 那僅針對鏈狀結構討論 我們就可以找到這是第一個結構 那第二、第三 那不只一種 環狀的結構下去之後會更多 所以用進捷运力來看 這個東西並非不存在 所以甲同敘述是有問題的 所以乙跟丙看起來是正確選項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C2HNO的一群化合中分子量最大的分子 它的N值是下列哪個數值? 那分子量最大分子 那相信它的N值也最大 所以本題討論的應該就是N的最大值為多少 那就是比較合理的數字 我們要去判斷 那首先計算這個物種它的不飽和度 一樣2N加2 那蛋有一顆所以加1 那輕不知道幾顆 減掉N除以2之後 這就是它的不飽和度 所以從這裡可以知道 那N應該是奇數 第二個N是輕原子的總量 所以N必定是0或是正整數 所以綜合1,2 當不飽和度是0的時候 N最大數值應該就是7 所以本題的答案就是珠選項 接下來第三題 在C2HNNO的一群化合中 分子量最小的分子 它的N是哪一個數值? 承接上題 C2HNNO它的不飽和度計算如下 那它數值可能是0或正整數 所以N值必定是奇數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N是輕原子的數量 那它一定是0或是正整數 所以當N值最小是1的時候 那就符合 所以本題的答案就是A選項 我們看來看 C4Stop